好同學好 在這支影片 我們要來說明一個主題 叫弧度 還有弧度量 跟度度量 它的轉換 是怎麼樣轉換的關係呢 好 我們先來看弧度 弧度的定義這樣子啦 你看喔 這邊有個圓 如果在這個圓的半徑R 我們在圓周上 抓取一個弧PQ 如果這個PQ的長 剛好也等於這個半徑R的話 那我們就這樣定義 小心喔 我們這樣定義 我幫你畫線喔 我們就定義呢 你看這個圓弧PQ 對的圓心角 大小就是弧弧度 好 再說一次 就是說我抓這個弧 如果這個弧的長度 剛好就是半徑 剛好是R的話 那我就說 這個圓心角 就是弧弧度 這樣你懂嗎 這個圓心角 就是弧弧度 那你看喔 那我轉一個這個 一半 半圓 半圓的周長 半圓周長就是PiR 為什麼是PiR 因為我們以前在國中 國中不是講說 這個圓的弧長到底怎麼算 有印象嗎 就是R乘上 還是你已經忘記 還是以前你國中沒有講 可能有人國中沒有講 有些老師認為這個高中才講 好啦那沒關係那我就現在講 這個一弧度 這個R 這個R 那我就說這個是一弧度 對不對 好那半圓的周長是PiR 那半 所以既然半圓的周長 如果是PiR的話 那半圓的 對的圓心角就是Pi弧度了 半圓的圓心角 對應的就是Pi弧度 這樣子你看 這是Pi 好這個是半圓周長 這樣轉移這樣PiR嘛 那PiR的話 那不就Pi弧度了嗎 好OK 那我們進一步這樣解釋好不好 欸 弧長 弧長這個S 它的圓弧的圓心角 假如叫θ的話 那這個S 其實除以這個R 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圓心角θ 好這樣OK嗎 好就是圓心 像我剛這個R出R 就是一弧度 對不對 好OK 好 那所以半圓對應到 照這樣解釋 半圓對應的圓心角 應該就是Pi弧度 因為半圓的周長是PiR 好 所以半圓的圓心角就是Pi弧度 這樣OK嗎 Pi乘上R嘛 OK 那半圓 我們知道半圓其實就是180度 它圓心角相對就180度 所以我可不可以這樣說啊 其實我這所謂的Pi弧度 其實就是180度 好Pi弧度其實就是180度 那至於Pi是什麼數值 這個Pi我們不是以前有說過 它是3.1415926的近視值嗎 好 所以呢 我其實可以稍略這個除一下 180度就等於這麼多的弧度 所以180是除以3.14等等等等 所以就等於呢 57.3 0.29多啦 就是說0.3啦 所以我可不可以知道就是說 一弧度大率就是57.3度 一弧度大率就是57.3度 好 那這個其實不用真的去死倍 好不好 好 那我再講一次喔 我們Pi弧度 其實對應到就是180度 好 那弧度這個通常我們會省略不寫 好 所以Pi弧度對應到180度 好 那一弧度大率就是57.3度 好 大概是這樣 好 最後呢 我做個總結 好 做個總結 什麼是弧度 當一個圓上的這個弧長等於半徑 這時候對應到的這個角度叫做一弧度 好 這個對應到的角度叫一弧度 好 這個是第一個你要知道的 好 再來 半圓的這個周長叫做πr 可見的一個圓就叫2πr嘛 對不對 好 半圓對應到的這個圓心角是π弧度 那就是180度 好 好 所以π弧度對應到其實就是180度 好 我們除一下 所以一弧度呢 大概就是57.3度 目前到這邊 好 同學應該知道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範例囉